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名无症状新冠感染者和日前公布的两个本地个案同为盐田港工作人员 香港大小组维港湾一栋住宅大楼出现了一例新冠病毒初步确诊个案 是一名菲律宾外优 特区政府23号晚对大厦执行紧急封区以及强制检测行动 所有大厦居民需要在24号凌晨12点半前接受检测 印度新冠疫情严峻 23号单日维持在20万宗以上的新增 并且载有4400多人死亡 印度当天宣布新德里的封城措施延长至5月31号 同时随着毛眉军兵的病例激增 印度医疗系统当前需要面对双重挑战 把疫情火协议生效之后 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23号到访伊拉克和外长侯赛因会面 两人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侯赛因重申伊拉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力和立场明确 受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 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 23号下午专程看望了袁隆平的家属 转达习近平对袁隆平的深切悼念 和对习家属的亲切问候 广州市立湾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23号晚通报 初步判断锦隆社区确诊的一对夫妇病毒属于在印度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广州市新则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是之前确诊病例75岁性郭女患者的丈夫 已经在21号作为密切人员集中隔离 判定为密切接触者之后第三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目前已经转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观察 经流行病学调查 两夫妇被验出的病毒都属于印度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为境外输入关联病例 不排除是意外暴露造成的偶发感染 好 相关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广州市区的现场的特派记者张希 来了解一下张希你好 陈全你好 张希我们看到广州立湾区早前确诊的这名女性患者呢 她的丈夫也确诊了 现在最新的情况如何 好的 全全在23号晚间的时候呢 立湾区是最新公布新增了一名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她就是21号此前确诊的这名病例 她的丈夫 那么两个人的活动轨迹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名新增的个案呢 她是在作为密切接触者之后呢 进行第三次核酸检测的时候 检测出来的 那么刚刚新闻当中也提到了 大家非常关心的这次立湾区的 这个本土的病例 她的一个病原溯源情况 官方也是给出了一个最新的结果的通报 那么经过基因测序呢 是发现21号出现的立湾区的这个 这名病例 她所感染的病毒 是属于在印度出现的新冠病毒的一个变异株 同时呢 专家组呢 也是针对这次病例 她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以及实验室检测 各方的一个结果呢 进行了一个综合研判 她初步判定呢 这次的这个立湾区的病例 是属于境外输入相关联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确诊病例的情况 同时呢 我们也是了解到啊 在广州市这次有出现本土病例之后呢 其实本土的这个居民呢 近期的一个疫苗接种的意愿 也是明显增强了的 那么有一个数据显示呢 在21号单日 当天全天的疫苗接种量 是突破了39万剂次 那么也是达到了 广州市这个大规模人群 接种以来单日的一个最高记录 目前广州市的疫苗接种呢 已经累计是接种了745万人 突破了1000万剂次了 好的 谢谢张希 再来关注到深圳方面 深圳市政府23号召开启者会 再新增两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和日前公布的两个本地个案 同为盐田港工作人员 日前深圳新增的9名来自印度和南非的境外输入病例 那官方研判呢 这四个本地感染个案都是来自于同一感染源和境外输入疫情关联 深圳市23号通报 近日新增的4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本地病例都曾经于5月17日 在同一艘停靠在盐田港的国际货轮 东方温哥华号上工作 目前研判都和境外输入的疫情相关 依据基因续列 基因组续列分析和流行病学调查 推测本次疫情为同一感染源 5月21日至22日 市疾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沐某和徐某的鼻炎柿子样本进行了基因组序列测定 二人同源性百分之百 均属于在英国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该毒株在境外多个国家流行 我是仅在入境阳性人员中检出 未发现在社区流行 另外两个个案的基因撤去结果带出 四人都是男性 分别是44岁的陆某 46岁的徐某 居住在盐田区 新报告的两个病例是50岁的曾某和49岁的张某 居住在龙岗区西坑社区 四人都是港口的工作人员 工作地点都在西作业区 近14天内 他们的活动范围是上班地点和居住地周围 初步判断密切接触者有173人 根据应检进检的原则相关的六万二千四百五十七人已经进行了核酸检测 暂未发现其他阳性病例 以完成所有个案的住家 盐田港作业场所 以及活动轨迹中 重点场所的中国消毒 通过采取严格管控措施 本起疫情 暂未造成进一步的社区传播 此外 采集环境样本 765份进行检测 其中 木某徐某住所 三份样本 出筛呈阳性 94份 结果带出 其余皆为阴性 深圳市方面也表示 这一次的本地感染个案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 发现的时间较早 传染源和轨迹可诉 而且四人都是无症状感染者 病毒的传染性较低 疫情总体可控 方华卫视 罗云民李听生 深圳报道 好 相关消息 我们再马上连线广东方面的记者张希 来了解一下 张希你好 全全你好 张希我们刚才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 深圳出现的四名无症状感染者呢 都是盐田港的工作人员 对此当局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吗 好的 全全 那么在盐田出现了这次的疫情之后呢 当局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应急的预案 那么当局也是通报呢 针对这几名个案 他们的一个工作的这个作业区 包括他们的活动轨迹以及接触的人群呢 都是进行了一个摸查的情况 同时他们到过的重点场所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定位 目前呢 对于在这个盐田港西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 所有都是实行三天两检的一个核酸检测的一个措施 那么对于在东港区的工作人员呢 目前当局是采取了四个一的健康管理措施 也就是说呢 要发放一份健康的告知书 同时呢 要进行一次健康的询问 同时还要对他们检查他们的这个健康码 并且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的一个工作 同时对于以上出现的这个四名的个案呢 对于他们所到过的这个重点场所 以及他们所涉及的一些管控场所 包括他们居住的小区啊 包括他们搭乘的这个交通工具啊 以及去到的一些餐厅呢 都是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管控措施 并且是进行了一个中末消毒的一个 对于这个场所进行的一个工作 那么当局也是表示呢 经过这些严格的管控措施之后呢 目前是暂未出现一个社区传播的一个情况 全全 好的 谢谢张希 再来看到香港方面 香港大脚嘴维港湾一栋住宅大楼 出现了一例新冠病毒初步确诊个案 是一名菲律宾外拥 特区政府23号晚对大厦进行紧急封区 以及强制检测行动 所有大厦居民需要在24号凌晨12点半之前 接受检测 23号晚8点起 警方封锁误院范围 当局在寿县区域设立临时采样站 目标争取在24号早上大约7点完成行动 微封区内的人士如果在21号到23号期间 已经进行检测 并能够出示证明 无需再接受检测 但是需要在处所等候 直到区内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 才可以或大致确定离开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初步确诊的飞拥 今年2月初 随前户主义家前往巴基斯坦 4月3号抵港之后完成酒店检疫 他曾在4月28号和5月7号进行检测 结果都是阴性 其后在本月的22号检测 呈初步阳性 并且显示带有N501Y变异病毒株 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人正在大脚嘴的本台记者 吴新纯来了解一下 新纯你好 你好 全全 新纯目前大脚嘴维港湾的检测进展如何 好的全全 我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大脚嘴维港湾6座的楼下 因为楼上出现了一宗不明源头的携带病毒的不明源头的确诊的 初步确诊个案是一名46岁的外拥 所以特区政府也是在昨天晚上8点的紧急围封了这座大厦 并且要求所有的住户在完成检测工作 并且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是不能离开大厦的 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有两个这样的采样帐篷为他们提供检测的服务 我们今天早上大概是6点到达这里的时候 现场其实还是有警方拉起的封锁线 包括我身后的大门的铁闸也是拉起的状态 但是大概到了6点半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解封的状态了 警方逐渐撤下了封锁线 因为今天是全港中小学还有幼稚园恢复半日的面授课程的首日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的家长还有学生 陆陆续续的从楼里走出来去送小朋友去上学 也有不少的校车现在也是来来往往的经过 来这里接送小朋友去上课 昨天有香港专家表示 因为这宗初步确诊个案 它的CT值其实是比较低的 大概只有30到33之间 所以它的病毒含量并不是特别高 而且因为这个变种病毒并没有现在在香港 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爆发或者传播的状况 那很有可能它预计这宗确诊个案是一个境外输入的个案 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等稍后如果有一些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会在现场做实施的跟进和报道 现在就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好的谢谢星纯 再来看到台湾方面 台湾昨天公布新增290例新冠确诊病例 包括287例本土病例和3例境外输入 另外追加170例校正回归的病例 以及新增了6例死亡病例 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台北记者卢冠飞来了解一下 冠飞你好 全全早安 官非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方面的最新消息 好的台湾已经连续多日 都是上百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而且这个确诊力有微幅上扬的趋势 台北市长柯文哲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对于5月28号能否解除三级警示 其实都是有疑虑的 所以也有延长作战的准备 全台的各级学校其实已经开始全面停课了 企业为了减少人流 也部分开放员工居家办公 因此可以看到路上的车流跟人潮 其实是少了相当的多的 而从2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 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有新的规范 也就是从即日起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餐厅都禁止开放民众在餐厅里面用餐 所有的餐厅都必须要打包外带 民众可以带回家吃 或者是到他们的工作场域来食用 因此有不少的餐厅业者 像是百货业者地下街 开启了外送的服务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开设了四间的医院 还有20个家庄的筛检站 那昨天深夜的时候 他也到筛检站来进行视察 他呼吁民众 这个筛检站的设置 是给曾经到过疫情热区 而且身体状况感到不适的人来进行筛检 如果你人好好的 最好是待在家 不要到现场去浪费医疗量能 因为本岛的疫情实在是太严重了 离岛的金门县政府就要求游客 如果你搭机来到金门的话 就必须又持有核酸检测三日内的阴性报告 如果你没有报告到了机场 就必须要进行快筛 如果确诊就马上送医 而且要进行实联治 但这样的做法被官方认为 是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 要求金门县政府在沟通无效的情况之下 应该把这个公告给撤销 以上就是我们现场掌握的最新情况 时间交换拳拳 好的 谢谢冠飞 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晨早点评 相关话题请到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女士 为大家点评分析 吴女士早 早上好 拳拳 吴女士我们看到台湾疫情仍未受控 而内地和香港也出现了零星个案 现在这个阶段要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重点在哪里 确确实实 现在两岸三地疫情是情况不同 但是都有一些增加 我想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还有疫苗接种 还是现阶段防疫的一个重点 尤其是疫苗接种 要说两岸三地 这个疫苗接种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台湾 现在很多台湾民众就觉得 他想去打疫苗 但是台湾根本就没有疫苗 因为一来从美国得不到什么帮助 再有就是民进党当局 现在还在对抗大陆的疫苗 而香港的方面 很多媒体都说 香港真的放眼全世界 它都比较奇怪 因为很多地方是想要打疫苗 没有苗 但香港是属于手中有疫苗 但民众的这个接打的意愿 并不是很强 所以香港政府还应该继续 劝民众尽快接打 接种疫苗 因为这是防范疫情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而内地方面我们来看 中南山院士 他给出的一个数据 是在5月20号的时候 他在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 说现在内地的接种率 大概在22%到23% 再考虑到 这个疫苗的有效率 大概在70% 所以说内地 至少应该有80%的民众 完成接种之后 我们才能够实现 一个所谓的全民免疫 所以眼下 真的是希望大家 能够排除对疫苗的一些 不那么科学的误解 因为现在从国际上经验来说 包括世卫组织已经说了 中国的灭活疫苗 是非常有效的 并且对于很多的变异毒株来说 它都是管用的 还有巴西 也有一些地方给出了数据 说接种中国疫苗之后 他们这个感染率 是下降了75% 所以大家应该 非常大胆的 而且应该真的是积极的 去主动接种疫苗 而不是说像广州一样 当病毒已经到了你的家门口 你才去临时抱佛脚 再有呢 现在其实内地的疫苗的产能 也在不断的提升 一来呢 可以供我们中国 所有的这个 有需要的人去接种 再有就是对于世界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为什么再强调 这个接种疫苗 因为眼下呢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 他们的疫情 没有管控的好 但是他们的防疫神经 已经松懈 这不排除今后 对中国的疫情防御 也是一个冲击 所以大家应该 尽快接种疫苗 千千 好 谢谢吴女士的点评分析 休息一下 后来有环球聚焦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全球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累计接近1亿7千万例 死亡人数突破347万 在印度 单日新增病例 维持在20万宗以上的水平 累计确诊超过2675万例 再有4400多人病亡 累计超过30万人不治 美国新增确诊 大约11000例 是自去年6月以来最少 累计感染人数 则是接近3400万 而巴西疫情相对严重 再增加35000多例 确诊总人数超过1600万 欧洲方面俄罗斯新增接近9000例 累计确诊超过500万 意大利新增近4000例 确诊总数超过419万 土耳其新增近8000例 累计确诊518万多 而伊朗单日新增8000例 确诊总数突破283万 印度新冠疫情严峻 23号通报新增超过24万例确诊 印度当天宣布 首都新德里采取的封城措施 延长到5月31号 印度近期是祸不单行 随着毛病菌病的病例激增 印度的医疗系统当前 面临着双重挑战 与此同时 为了节约出疫苗给最需要的人 当局呢 试图推迟为新冠康复者 接种疫苗 在印度北部北方邦的城市阿里格尔 一位年轻男子 带着他的父亲前来求医 手上提着注射用的生理盐水 他对记者表示 由于感染了毛病菌病 父亲的双眼已经凹陷 无法睁开 但之前已经有医院拒绝过他们 表示没有能力治疗他的父亲 卫生部官员在22号的 疫情简报中表示 控制毛病菌病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当前的一大挑战 就连治疗用的抗真菌药物 两性酶素B 也只能在国内有限度的供应 他表示 制药厂和卫生部正在协调 为另外五个制造商申请许可证 现有的制造商也正在增加 他们的生产能力 而在疫苗方面 当局正在尝试 推迟新冠康复者的接种时间 治康复三个月后 使未染病的人能够获得接种机会 印度国家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负责人 向路透社表示 他们曾就推迟三个月 六个月 还是九个月进行过讨论 最终认为当局有能力应对 推迟三个月的情况 因此做出了这一决定 转家还表示 在最高危的人群 获得抵抗力之前 不应当开放疫苗 给所有成年人接种 疫苗短缺 也已经迫使多个地方政府 将优先试打人群 规定在45岁以上 做出这一改变的 也包括首都新德里 因为印度75%的死亡 和发病患者 都在这个年龄组内 另外 澳大利亚政府第二班 派往当地撤侨的包机 23号凡蒂达尔文 包机接载了165人 由印度首都新德里起飞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表示 机上所有人登机前 已经接受病毒检测 全部呈阴性 他们下机后 被安排到霍华德权隔离中心 接受14日的检疫 在6月4号前 澳大利亚政府会安排 八班包机 由印度撤侨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 仍有超过 11000名澳大利亚人 向当局登记 等待撤回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巴西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困难重重 除了进展缓慢 还出现了注射第二针跳针的现象 更有不小心使用了两剂 不同厂牌疫苗的问题 1月中旬展开接种工作后 巴西医师打于6200万剂新冠疫苗 4100万人接种一剂 2000万人完成两剂 国家还在为重点人群进行接种 医务人员 60岁以上的老人 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 可是已出现注射第二针的跳针现象 150万巴西人错过打第二针的时间 根据当地的专家 原因很多 遗忘 生病 记录错误 疫苗不足等 但认为主要的原因 还是政府宣传不足 除此之外 完成两剂新冠疫苗的人群中 有一万六千人 使用了两剂不同疫苗产品 第一剂打了一个品牌的疫苗 第二剂打了另一个品牌的疫苗 巴西主要是打中国科兴疫苗 和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两个不同种类的技术平台 开展的新冠疫苗 有依族的情况 有任何医生 对于既上的疫苗 如果有任何医生 配偶和轮量化 有任何医生 配合法 尤其调室 但没有任何医生 有任何医生 如果有任何医生 bound医生 也能有任何医生 等众人 或是红医生 也能说 我们现在 可能是rule 疫苗接种工作面临不少困难 而按照目前势头 巴西第三波疫情曲线正在形成中 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采访报道 巴以停火协议生效之后 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23号到访伊拉克和外长洪赛因会面 洪赛因重申伊拉克支持巴勒斯坦 此外联合国对加沙的破坏规模表示关注 并称将拨款为当地民众提供基本卫生服务 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23号从约旦转到伊拉克 与外长洪赛因会面 两人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洪赛因重申伊拉克对巴勒斯坦的立场相当明确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觉的权利 الموقف العراقي بالنسبة ل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موقف واضح موقف دعم نحن نؤمن بحق تقرير المصير ل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كيفية ممارسة هذا الحق وكيفية العمل به هذا الحق من صلاحية وعمل الفلسطينيين أنفسهم وقاعد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قاعدة الفلسطينية 马利基在当天稍早时 到访约旦与外交大臣萨法迪会晤 萨法迪表示 约旦会继续保护耶路撒冷 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当地的神圣地位 并会捍卫居住在东耶路撒冷 谢赫捷拉的巴勒斯坦人的权益 巴以停火23号进入第三天 哈马斯官员纳伊姆 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表示 希望停火可以长时间持续 但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 停火将不会长久 他形容他们是被以色列不断侵略的受害者 哈马斯现在已经在做局势再度升温的准备 同样接受访问的以色列 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就表示 以色列是被迫对哈马斯的攻击采取行动 并强调以方从未对加沙采取惩罚性行动 以方的行动只是保护自己的人民 加沙遭受到持续11天的战火摧残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黑斯廷斯 对加沙的破坏规模表示关注 他表示联合国将会从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基金中 发放近1800万美元 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保健和食水等基本服务 埃及除了就停火斡旋外 周末也派出130架货车 运载大批人道物资到加沙 当中就包括食物医疗物品等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三个月临时协议到期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3号要求政府通过议会 通过的执行议会通过的法律 终止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根据伊朗议会去年12月通过的法案 如果伊核协议相关方不履行协议义务 伊朗将在2月23日终止履行核不扩散条约 附加议定书 但伊朗仍会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保障协定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2月下旬访问伊朗 与伊朗签订三个月的临时技术谅解 在三个月内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展开必要的核查和监督活动 但如果美国不取消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将销毁在核工厂安装的摄像头画面 对此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3号 再次敦促政府执行议会的法律 伊朗办官方媒合通讯社报道 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阿姆伊表示 伊朗已经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三个月最后期限 伊朗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 目前谈判仍没有结果 伊朗不应该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次机会 伊朗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巴斯戈罗认为 如果伊朗在立场上太软弱 将会在核谈上遭受到很大损害 但伊朗首席核谈办代表阿拉格西 此前表示 核谈有很大进展 伊朗有可能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延长协议 防卫室正开吕穆森得很难报道 更多关于伊核问题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个网页 来关注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仍然不清楚伊朗是否准备好 并且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重新履行核协议 伊核协议的第五轮谈判在维也纳召开前夕 布林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 被问到伊朗有报道指 华府已经准备好解除一些制裁 他说美方清楚根据伊核协议应该要取消哪一些制裁 但是伊朗也清楚应该怎样做 才能够重新开始履行协议 但是美方现在暂时看不到伊朗已经准备好 并且有这个意愿做出决定 他又形容这是一个测试 而美方还没有收到回复 接下来看到布林肯在访问当中 还谈到了朝鲜问题 布林肯23号说 不会预期和朝鲜在核问题上来一场重大谈判 布林肯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说 朝鲜的核威胁越来越大 前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 都尝试过应对 但同样未能成功 由于问题积累已久 他不预期可以通过一场重大的谈判来解决 而是要通过精准的外交操作 引导平壤一步步向前走 最终达至朝鲜万岛乌核化 布林肯在数天前曾经和到访的 韩国总统文在营会面 布林肯说 美韩都非常关注朝核问题 并且同样希望以务实的外交方式 舒缓紧张局势 再来看网页上的消息 剧情货轮长次号 三月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堵塞航道六天 那现在呢 货轮仍然是被运河管理局扣留 传东日本郑荣汽船 入禀埃及法院要求放行长次号 但是被法院驳回 运河管理局寻求郑荣汽船赔偿 9亿1600万美元 而郑荣汽船就提出丧诉 反指是运河管理局 当时在恶劣的天气下 仍然允许货轮进入运河 本身是他们犯了错误 那郑荣汽船的代表律师就表示 法院将案件发还 出审法院重审 预计会在本周六审理 好 休息一下 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受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 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 23号下午专程看望了 袁隆平的家属 转达习近平对袁隆平的深切悼念 和对其家属的亲切问候 习近平高度肯定 袁隆平为中国粮食安全 农业科技创新 世界粮食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并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和科技工作者 向袁隆平学习 强调对袁隆平的最好纪念 就是学习他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信念坚定 始之不渝 勇于创新 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 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 一辈子公耕田野 脚踏实地 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缅甸国家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兼国防军总司 立敏昂来 在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栏目采访的时候透露 缅甸民众对中国人民和企业没有敌视 近来对部分中资企业的破坏是源于政治操作 在采访中敏昂来回应 缅甸国内自动荡以来 针对中资企业的破坏和袭击事件 并表示他已到现场考察 并敦促当地政府行事好保护责任 中资企业的破坏和袭击事件 在谈道名利民众对中国的总体情绪时 他这样说 来进行政治操作的力量啊 是缅甸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呢 缅甸民盟近期已成立民族团结政府 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 明昂来说这些武装力量是恐怖组织 但国政委有信心国家不会陷入内战 军红卫视 傅晓天 邓葛玉北京报道 5月21到23号 唱之新歌给党听大型主题合唱活动 嘉兴站举行 吸引了超过3000人齐聚南湖 主题系列活动将在半年内 在延安 尊义 港澳等地区拆展 继上海战之后 5月21号至23号 唱之新歌给党听 大型主题合唱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 来自全国13个省 市自治区的64只合唱团 近3000人齐聚南湖 以红传送 南湖琴为主题 开展了合唱快闪 音乐会 经典作品导赏等主题合唱活动 今天晚上的音乐会 就是通过合唱这一既古老 又时尚的音乐形式 对我们党的百年真龙岁月进行回顾 用音乐来讲故事 用音乐来传承 用音乐来献礼建党一百年 红色歌曲 历久明星 传唱不衰 晚会上 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 被再次演绎传唱 一曲《龙的传人》 回溯了中华民族渊远流长的历史 而中国走进新时代 又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近年来 嘉兴市南湖区 着力打造歌程品牌 推进红色音乐歌曲等文艺精品创作 特别是围绕进入建党百年 开展百年百步文艺精品创作 推出了歌曲《红船》 舞剧《王会物》 音乐剧《秀水泱泱》 歌曲《阿红船》等一批精品佳作 大力推进了红色文化的大发展 既嘉兴战之后 活动将就举办城市的亮点特色 陆续在尊义 延安以及港澳等地区展开 我们尽量是要体现不同的特色 不同的特点 尤其跟当地的 在这个中共共产党的历史上的 一些有重要的重大的事件 发生的特点相结合 比如说在上海和嘉兴 我们主要是制色红色经典 所以各个地方 我们会体现不同的特点 在尊义是我们党的 伟大的历史的转折点 我们也会体现这个特点 美股上周个别发展 投资者本周将会关注消费数据 以及蓝筹股的业绩 美国股市上周初 继续受到通胀优率影响走低 而虚拟货币价格大跌 也影响市场气氛 不过科技股有买盘支持 为大盘扳回部分跌市 累计整个星期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0.5% 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0.43% 两项指数都是连续第二个星期路德下跌 但纳斯达克指数扭转了之前四个星期的跌势 反弹0.3%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包括 周二发布的三月房价指数 四月新屋销售和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周四公布的第一季GDP修正值和四月耐用品订单 而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和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则会在周五出炉 分析师指出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 预料会成为本周焦点 另外百思买和好市多等大型零售批发企业 也会在本周发布业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上周反复向好 横指结束连续三周的跌势 上周累计回升1.5% 恒生指数上周反复回涨 收复10天线 并且一度占上20天线 科王股走势回稳 有利于大盘气氛改善 横指扭转连续三周的跌势 上周五收在28458点 全周累计上升430点 升幅1.53% 科王股普遍回稳 带动恒生科技指数重返了8000点大关 但受到横指季度检讨 调低权重 以及业绩不及预期的影响 古王腾讯在上周五明显下跌超过3% 展望本周虽然传统的五穷月即将结束 但投资者仍然关注外围股市发展 我们来看报纸上的消息 先来关注到人民币的汇价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 最近是明显的走强 重回了年初高位 我们来关注到 汇价方面呢 在上周五甚至是再按人民币升穿了6.44% 那就有媒体分析说呢 最近业界传出了声音说 人民币应该要升值来对抗输入性通胀 那随后呢 监管当局就不断地放出风声 有媒体就分析说 这意味着人民币的汇率啊 不会被放任不管 那对此呢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就说 人民币的汇率总是将会取决于市场的供需水平 双向波动将会成为常态 而人行方面将会注重预期引导 保持人民币的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 好再来看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最近呢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特别是二手房的价格是不断地上升 有一种房型特别受到欢迎啊 就是小区顶层的富士 这种富士的楼盘呢 是价格不断地创下新高 最新一个成交的新记录 是一个实用面积 大概是130平方米的富士的房子 卖出了2470万港币 有分析认为说呢 最近香港疫情趋缓 经济复苏 再加上失业率下降 那预料楼市将会继续畅旺下去 基本格局呢 可能是会一手房受欢迎 带动二手市场 而且很有可能 二手房的价格指数将会闯历史新高 好来看其他消息 一年一度的西班牙国际旅游交易展览会 是重要的全球旅游业风向标 那历来呢 在每年的年初都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而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第41届西班牙国际旅交会延期到5月19到23号 在马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展会现场发挥的报道 今年西班牙国际旅游交易展览会的线下参展国家 由疫情之前的165个减少至55个 另有24个国家通过线上方式参展 我们现在很多平常都会开展的线下活动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在线上做更多的工作 去推广我们的中国旅游 参展企业由之前的11000家减少至5000家 尽管如此 西班牙国家工业贸易旅游部部长马罗多表示 本届展会的顺利举行是标志西班牙旅游业复苏的转折点 我认为这年是很厉害 全国的旅游业市场 现在我们期待是继续 尤其是在西班牙的旅游业 在本届展会期间西班牙首相桑茄斯对外宣布 从5月24日起来自中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泰国、以色列和卢旺达这十个国家的旅客入境西班牙将不受任何限制 另外从6月7日起已完成接种欧洲药品管理局或世界卫生组织授权认证的新冠疫苗的游客 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均可不受限制进入西班牙 从7月1日起将开始实施欧盟新冠绿色证书 证书持有者可自由穿梭欧盟国家且不受防御政策限制 我们是基督地的地区 我们是个地区的旅游业选择选择 我们是第一个国家的第一个市场 西班牙对恢复2019年约8700万人次的入境游客量充满期待 本届旅交会也是重启大型国际会展的新起点 凤凰卫视陈莹 马德里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瑞安航空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的民航客机 23号飞过白俄罗斯领空的时候 因为街报称机上有炸弹 所以紧急降落到了明斯克机场 机上搭载的流亡白俄反对派人士 赛罗塔普罗塔塞维奇随即被逮捕 事件引起了欧洲多国不满 要求加强制裁白俄的力度 而在乌克兰首都有民众上街示威 要求终止和白俄的贸易往来 流亡到波兰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 普罗塔塞维奇 23号乘坐瑞安航空的一班客机 从希腊雅典出发 途经白俄罗斯 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当航班越过白俄领空 即将跨过国界时 应受到炸弹威胁 客机转向飞往明斯克机场紧急降落 据白俄媒体报道 总统卢卡申科收到飞机发出的紧急降落请求后 下令允许飞机降落 并派出一架米格29战斗机 对客机实施半飞 但在飞机降落后 普罗塔塞维奇被当场逮捕 而客机后来并没有发现炸弹 几个小时后从明斯克重新起飞 并顺利抵达维尔纽斯 事件发生后 白俄反对派领袖 吉哈诺夫斯凯亚称 航班是被白俄当局劫持 且明显是为了逮捕普罗塔塞维奇 他呼吁国际民航组织展开调查 白俄空军副司令指出 飞机迫降是由机组成员亲自决定的 瑞安航空则发表声明说 飞机当时是在白俄空中管制部门的指示下 转向飞望明斯克 事件并引起德国、英国、希腊等欧洲国家不满 立陶宛总统老塞达要求立即释放普罗塔塞维奇 又强调 因加强对白俄实施的制裁措施 包括承认白俄领空对民航运输不安全 禁止白俄航空的航班在欧盟和北约成员国降落 老塞达又形容 白俄无视国际法则和人类道德 具有相当的威胁性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当天也发文 强烈谴责白俄的拘捕行动 更指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他已向欧洲理事会提出讨论制裁白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强迫航班在明斯克降落是不可接受的 任何违反国际航空运输法则的行径都必须承担后果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则呼吁 白俄当局立即释放飞机乘客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大批民众上街抗议白俄拘捕普罗塔塞维奇 要求乌克兰当局对事件表态 希望终止与白俄的贸易往来 被捕的白俄反对派人士普罗塔塞维奇 现年26岁 曾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社交频道 频道去年被控协助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 意图推翻总统卢卡申科政府 根据白俄法律 普罗塔塞维奇可能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新泽西州22号晚发生枪击案 导致最少两人死亡 12人受伤 事发在费城附近的一座城镇 费尔费尔德 一名30岁男子和一名25岁女子遭击毙 镇长说当时有一家人正在举行派对 有上百人参加 参加者有老有少 但突然遭凶手闯入开枪 警方接报后围封了现场调查 暂时未知凶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